训练 训练它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主要还是在于家庭的生活 主人的习惯 主人的一些反应 因为狗大概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所以常常说什么样的人养什么狗 也是常常有这种讲法 因为主人情绪起伏很大的 很容易很兴奋的 还是很容易发脾气的 狗个性应该也差不多到哪里去 但是主人如果说很平静 然后很放轻松的 相信狗狗平常情绪也都是比较稳定的 一般我们训练 其实我们可能利用 离食玩具当奖励 那比如说小小的一个小小的飼料 好棒喔 好乖喔 让他觉得这个奖励是非常好的 那教狗坐下其实很简单 我们也不用特别是 一定要怎么样训练他坐下 其实像我们像人站着 他这样看一看 他就自己会选择坐下的机会就很高了 好棒喔 乖喔 因为我们站着高的关系 那当然相对的 我如果想要教他趴下 我们也可以蹲着或坐着 这我们离地比较近的时候呢 其实他自己会趴下的机会也很高 那当然我也可以利用零食啊 或玩具啊 我们放低一点 好乖喔 那他自然也容易做趴下的动作 那当然很多人会问说 握手啊这些简单的才艺怎么教 我们就把东西稍微抓着握起来 然后他吃不到的时候等他一下 好棒喔 只要他可能一碰一抓 我就可以把食物打开 给他吃 好乖喔 那他自然就会做握手的动作 那大家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手怎么教 那很简单 我也可以换另外一只手 放在靠另外一只手的地方 好乖喔 OK 他左右手他就会去做握手的动作 所以当他会去抓你的手 好乖 我们就可以打开给他吃 好 这里 好乖 OK 他就会去做这个握手的动作 好 这个握手的动作呢 我们也可以延伸 比如说我们叫他手收交叉 大家知道握手 我可能就可以把我的手 他就会慢慢地握到 他就会做前脚交叉的动作 好乖 他就会把脚交叉过来 OK 我们就可以把临时给他 狗狗起床看到主人的时候 常常都会有一个伸懒腰的动作 那这动作很简单 你只要每天早上看到狗狗看着你伸懒腰呢 你就称赞他 跟他说好乖 好棒 那慢慢地你就会发现 他会经常地伸懒腰给你看 那我们就可以教他一个鞠躬的动作 还没 敬礼 敬礼 好棒喔 敬礼 等 好乖 OK Yeah 乖爸爸 教狗狗躺下啦 或者是一些装死的动作 可以利用食物 稍微让他翻一下 乖喔 OK 他就比较可以做这个躺下的动作或者是装死这样 好棒 好乖喔 乖乖 OK Yeah 其实就喜欢玩比较好动态的游戏喔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简单的零食可以让他做转圈圈啊 这一类简单的动作 大家都可以在家里玩 尤其像这阵子如果说下雨天气不好 我们就在家里做活动 但你可以看喔 这种动态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家里的地板不要太滑喔 所以我们都有铺一个止滑垫 好 就让他开始 钻 乖喔 这边 啊 好棒 这里 好乖喔 这边 啊 主人都可以跟他一起做这个跳舞的动作 Yeah 钻 好棒喔 这里 Yeah OK 好乖 那狗狗也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 的